大家好,我是Cynix,回到Aldron的游戏抗食品 上期呢好像是发现了一个圣树更加偏内部的一个萤火 这边呢也是发现了一个应该是BOSS的雾门 当然在这之前呢应该是还有一个好像是教堂的一个区域 这个教堂区域出了去呢应该是可以看下面是有一个开阔的地方 那个地方呢如果BOSS的雾门算是前进方向的话 这个教堂出去的地方呢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选择的区域 总之呢是想在打BOSS前先把这个区域实现探索一下 另外这个地儿是有一个东西可以捡 我之前好像是选择了跳到那个上面是吧 这次呢我还是往这边看一眼但是我就不跳去了 因为之前我走比如说我走的时候应该是选择跳到那个建筑内部 当然如果是不往内部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路 比如说那边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嗯 我如果往那边跳呢 这个如果下去没有跳好就摔死了 但是这么看好像又能 没有问题是 可以 可以 那这是哪儿 这上面好像是没有东西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是我当时跳在那个地儿 哇哇哇哇这个这个摄像机天哪 那我觉得这边高的地方好像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径 等于是这个是我当时选择的路径 这个呢下边应该算是一个正常的路径 也不算正常 总之就是可能大部分人会选择的一个路径 呃不是这边吗 这个地方 等于这是个蝴蝶 然后这个里面应该是有好多怪 我记得楼上有怪吧 对楼上有怪 嗯 这个地儿我记得 呃里面 里面还是蛮多的 我估计那我就这么着吧 这边有时候好多 小心右 哦 我天哪 我这个刚才那个翻滚是Q出来的 嗯 也是又是一个比较全新的拿大盾配大剑的一个骑士 他攻击的速度吧 他攻击的速度吧 有点不太适应 会防反防反的速度是比较慢的那种 这边这个这个锁定真的有点有点有点恶心 为什么你带钢铁 为什么你带钢铁 打的不好可以说是优先级没有首先是没有拿到先手然后这个这些怪是没有把这个 那些小别人下打死小别人下打死之后跟那个大怪单挑应该是没有那么难的 嗯 人这边只有这种人形士兵吗 如果只是人形士兵的话说实话应该不是 不是特别特别的难 这种怪只要是拿到先手没有一些其他的小别人捣乱就就不难 好一个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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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点还是一直是住在一个大型的地牢 这边过不去 好一个图色 好一个图色 这边过不去 好一个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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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那边我就从上面再再下来吧 这边是只有一个怪 那边还有一个怪 为什么锁不到左门 这些怪掉什么睡脸是个什么原理 是打了几个跳皮 好像四五个 这个地方还是只有怪 没有一些特殊的物品 有个蝴蝶 这边就是一些人形怪的地方 然后再往教堂那个门出去 估计好在另外一边是那种带 那个虫子 那个上面是我一开始跳出来捡了一个那个蝴蝶的地方吗 这个可以评价一下 可以那等于是教堂这边是干净了 有个梯子 设计的有点危险 这帮小怪是吧 我的天 哪有什么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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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动静 那个那边人没有听见 四十罐呢 那邊有好多的血跡 就等於是這個地方比較難打 這怎麼弄呢 就算了 这个说话有点失控 我再离远一点 他是在跳过来吗 不是在攻击 是吧 这个破树我天 说我打的不好就是图中我很多的大概有至少两三个攻击都是被那个树砍刀 而且我平常不应该这么打的这个是很硬质很大的一个一个招数我宁肯是打L1也不应该打L1的这是我的问题 还是稍微的就是先拿这个双持如果说我想在在之后再死的话就是直接是拿拿盾了因为这个怪之前我发现这就是你顶着个盾他一点威胁都没有他攻击打你直接弹刀然后弹刀之后呢是 你的防法是可以一击把这个怪直接是打出打出代应值 先这么打一打如果之后再死的话就换换策略了 这边我弄个灯笼为什么还要还要站起来 这些怪是钓着个蝴蝶 是黑猪蝶 多个圣音 是大的 这什么东西来的 联系攻击提升攻击力 我在战斗 我现在是战斗音乐 要不要地图 可以这样 对面那只怪应该会直接攻击我 我还是拿火山壶开怪好了 等于这回山上那只没有引到 还是 我还是搞不懂他这个攻击 我就是保险 哎 我的我的这个东西呢 我跟他按了什么 前屋道具 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观察地点 他只打到了一个 哥 啊 我 我在这个地儿中间还有一只怪呢 我把这个锁定解除 我把这个锁定解除 我还是可以做的 这点应该没有别的怪了吧 一个灵兰9 一个灵兰的采矿的灵珠吗 01789 就等于是10 我猜这种类随时圆盘类别的升级材料 应该是买不了的 这个应该算是最高级的了 这边不是很简单 但是至少是有耐心打还是比较合理的一个难度 奖励也算是不错 毕竟是解锁了最高级的升级材料的商人的选项 但是等于是那边我建的一个梯子还有 看看那个梯子会带到哪里去 这个东西的意思是让你 就那个教堂上面当时我记得好像是比较难跳 你这么着是可以是跳上去 我当时应该好像是跑那个树好像是跑了上来 刚好是这么跳的吧 我当时跳跳了这个树上 人生是这个样子 这个树 我感觉比较陡 那个树是燃生到这边来的吗 这边至少是那个梯子现在是让你回去的一条选项 可以 像这边这个外边的那个庭院应该就算探完了 可能可以升级了 这等于之前是已经是85 是又开始递减 如果我现在是多少 891 如果我戴上那个戒指呢 9501 但这个有点水分 应该是加了5点的敏捷 还有 我应该是有那个敏捷的力量的戒指 我可以拿出来看看 另外我的戒指好像比较多 这什么物理减少率 这个我攻速应该是比较慢 所以说没什么用 把那个力量的拿出来看一下 如果我再升力量的话会是什么选项 等于是5点力量是4点 就等于是 我85力量我再升的话应该是 升到86没有没有收益 但是之后每集是有1点 而左手武器的收益还算是 这是加了7点 好吧 这两个 除了这个我还有别的选项吗 我可以升什么 鞋我觉得是够了 我觉得可能现在就是这个有收益 这个为什么会 我可以 哦 左手武器我是 力量加成是完全没有敏捷 这两个 我觉得接着加 反正是我没有太好的选项 我倒是可以增加物理防御率 这个东西 那个拉达钢的戒指吧 我应该是不会带了 因为它 它的减伤现在是比较比较伤的那种 等于是这是少5点 我可以把我现在的上限 我觉得应该算是94点 硬上限是99 然后我的那个大卢恩应该是复活后加5点 等于是我加到94点应该就是说 就算是上限了 我要是在家的再多的话 我复活后应该就是会出现浪费 可以那这样 这样应该就是是这边这个 挺有狗 如果有格挡的话是出血的时候 这什么 小心强敌 嗯 星红腐败好吧 青红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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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免疫力 我需要升级免疫力 大概这么样子 然后如果我要解青红腐败的话 应该是12 其实我buff的话我可以直接 另外我在想我这么着弄buff可以吗 就说如果我是右手的话 我没法这个样子 我只能是左手来buff右手武器 啥 总之先看一看 还有动画 我猜是个蜘蛛boss 这个地儿见到了好多的蜘蛛网 这是米迪森找的那个人 我写了这么久 我写了这么久 我的血是薄薄薄薄薄 我的血是薄薄薄薄的 corpse after corpse left in my wake as I awaited his return heed my words I am Melania Blaid of Mikaela and I have never known defeat 我的天哪 你们这么高攻击力 我错啦 我天哪这是什么 有点可怕 我的灵魂是死外边了 这是什么情况 这就有意思了 这个boss 有点强 我不太清楚是我没准备好 还是什么 但是我有什么做错的吗 没有吧 防御力合格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boss我估计会 打上一阵子 我先把我的灵魂给他弄没 等于是 我是多少 111我要弄到227k 这个可能就要花好多了 吃个大的 这是能加多少 35 嗯 我在想 这个这个boss是我 是我血不够吗 我觉得 这个 先加力量吧 刚刚是真的是没有没有准备好 补灵魂 这个boss如果说他一上来 我不太清楚是因为 就是有这个动画 所以说他离我很近 还是说什么一个原因 我这一次什么东西 这是玩家的幻影吗 还是boss在 好奇怪 我这次我觉得 我直接在外面先buff buff完之后 我再进去 没问题啊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暴露会吸血 天哪 被血有点多 哦 这暴露会吸血 我天哪 這麼 好吧 我有沒有打不到 這什麼 我的天 這個這個心情也太可怕了 這BOSS不會就 這就是一個攻擊力超高的BOSS 但我不想給他打死 這個感覺還是我單手打不硬直 我就是要這樣 這個好奇怪 算了 我這個BOSS會吸血 但是我不想把這BOSS這麼打死 反正沒有練到 這吸血好可怕 我防住還能吸血 這等於是跳P的重擊有用 這是抓拿嗎 這是抓拿 這是抓拿 我天 他這比什麼時候出硬直 為什麼感覺有時候 我天 那個怎麼躲啊 這一個突進 然後還有一個抓拿 怎麼還有Cetillo的那個女生的招數 他有一招 他有一招 這什麼 他有一個那個劍好像是 這招 這是武松的招 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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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才那個 這招 不是 他剛才那個 他没有这个东西 他没有这个东西 好快的动作 我这么感觉我跟他对刀是我吃亏 这招怎么躲这招怎么躲 刚才我一直是不明白那招怎么躲 这什么呀 他的应值也是很奇怪 我这个游戏有岩石真的好难 我发这我都滚了 我觉得全都是有岩石没有办法 游戏你是按了圈键之后是松开的 之后这个翻管才识别到 这boss攻击好快 这是什么 另外只是随便加一句 刚才我介绍他一开始动画 他是一开始动画说他是什么 他的英文说是从来没有被击败过 但是他那个字幕弄得有点我没有读懂 那个字幕当时说的是什么 这个boss确实是 确实很厉害 我把手柄我把手柄调出来 我有一个想法这边如果 我 我就是这个 防龟缩是不行的 因为boss会吸血 鐵壁盾防 防龟缩是这样的 估计这么个样子 这裙翻滚了 这是打了好几下 然后还有一个 我就不说话了 这个boss就只能是学习了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这裙翻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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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确实的 这个可以 知道了 下次可以这么大 creep 新招数 我一直被硬直 我连滚都滚不开 有这Q 天哪 翻滚黑魂中翻滚带Q 你是 我刚才就是瞎滚 然后中途中招 你就不知道是什么 我到后期 就是他招发之后 我已经没有再滚了 但是还是放出来了 但是他那么多的连击 我要是不滚的话 中途我肯定会中招 好难啊 这个Buds就是学习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只能就是学习了 直接我可以直接上来 就是打一刀吗 可以 我觉得刚刚那招 如果是一瞬间 就是 恩冲 啊 这些Q我真的 真的是屬於 那個是要根據時機反滾的 有點像 Cecito最後那個 什麼異星還是什麼 我覺得有點那個難度 慢慢學吧 這個 大家慢慢看 我就不廢話 我覺得這個這個東西 再怎麼廢話也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沒有buff 我就這樣 你失誤了就 幫滾才是Q出來的 不是說我 我在亂滾 那招好難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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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岩石 被毒心了 你這還是不太會躲 這條出來我就死了 我要學習boss的動作 現在他的 對預判要求很高的一個boss 保學他的動作 還要求成功 在討論上 把一個正常的動作 我還是想要求成功 把這個動作 把衣服水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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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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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短 没什么用 刚才我有被破防吗 我觉得应该没有被破防吧 这招能防住吗 算了 我抓好多时候 我都想不起来 这是什么 能不能不要再 再延时了 我都滚了 这个好恶心 这个脱离的东西吗 又是飢出来的 我都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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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 那招是不能锁定 感觉我都不太清楚 这包子在哪 这可为什么 长得是白给 这招我要是往回 是不是能打得到 我都滚了 那我都滚了 我都滚了 我都滚了 好 做太快了 这招可以往远了走 这什么招 它是一个刻远什么招 这招不会做完了吧 我觉得连转阶段都没转 我觉得这还有块阶段 完 什么开始突然变得aggressive 我只要再打到你一下就够完 果然有二阶段 好难 好难 等下 等下 Ai,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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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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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凤凤,凤凤凤凰 The scarlet bloom flowers once more 你会看到真正的恐慌 现在,炸 嗯? 晚安 救命 哈哈哈哈 这是这个大招吗?我的天哪 怎么打着我了? 我的天 就等于是两关血 第一关血已经这么难打了 然后还不能使召唤生物 因为它会 Boss会吸血 好可怕 我觉得 可能还是注重攻击力好一点 这边我盾 可能拿这个就够了 但有个问题是他Boss放大的时候 我这么让这个重量不够 如果是我在想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个Boss应该是什么攻击打到大盾上应该都是无效的 不是不效就是他不会弹刀 所以说 我拿一个中盾就够了 中盾拿一个这个 这个应该是防御强的56 这是51 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灰壳盾也是没有我想象的好 这个 可能无敌更好使 这Boss主要是他我觉得 他的乱舞难躲的是你中招后你人物会一直被被 就是被被定身住 人物一直硬直你是滚不开的 如果说我这个人物被那招打到后 我摁 我摁翻滚 我什么时候摁的 我什么时候能滚出来 正常滚出来应该是后续是不太容易中 我试试这个5D 刚才是试了一下感觉还行 但就是被拦太多了 再打一把吧 看看看什么样子 没什么时候 你不怕 再打个吧 你不怕 我可以打开 什么时候 你不怕 什么时候 不怕 你不怕 你不怕 我的天啊 很抽劍了 他在这一步 他在封鎖 他那招怎么躲呢 我要对着他滚 我判断的稍微晚了 大概0.5秒 0.25秒 换上盾之后 不能先防御了 要直接 我现在起来之后 我要直接这样 然后马上就开这个无敌 把第一个乱舞撑下来 撑下来之后 我再滚到后续就好滚了 第一个那个实在是太能滚了 还是说他那招起来之后 我要往他伸下走 他是朝我冲锋过来的 可以是朝他伸下狗走 不清楚 我觉得 这个boss 我就直接是 我想练 因为这个boss肯定是很难的 那种之前的什么恶赵王 还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跟这个boss比起来真的是容易好多 我感觉这个boss 他由于是人形怪 你是可以就是掌控 他什么时候出硬直 就等于是 你掌握好时机 我觉得这个boss目前给我的感觉 就是你的判断要准确 但实在是我 我打的时候实在是很难 很很很难判就是及时判断出来 毕竟还不太熟悉 然后再加上这边翻滚你是松开的时候 这个才会才会滚出来 有时候配上这么一点的这个延时的一个输入就会就会中招 最严重的是你中招后你的那个翻滚会被游戏记住 记住之后等你的硬直结束后 这个人物会再不受控制的滚一下 那个boss如果他在连击的话 你又会被他那个连击打着 还是蛮难的 我目前是这么一个计划 我四点时间呢 我会接着像之前恶德尔王一样我会录 然后跟我练的差不多了 可能是在直接直接打一打 可能是这么一个样子 这期我估计就在这先截一下了 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